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有效 一插酒中 呵呵 原来是手手累了 妞妞抬头望着自家爸爸 眉开眼笑 像个二愣子似的 这一瞬间 特别像那个大号的妞妞 蓝战也笑了 刚推开门 就听到咔嚓的一声 两人进门 一人出门 卫英顶着一头鸟巢 傻愣愣地站在房门口 明显的刚起床 还没有完全从周公那回过神来 只是那头乱糟糟的头发 有点让人不忍之事 闭起来的 卷的 瞧的 姿态白样 再配合她那一脸呆萌 迷糊的样子 简直是比妞妞还可爱 蓝战的眉眼不知不觉就迷了起来 看乱了心 三个人里 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 就是妞妞本妞 爸比 你起床了 妞妞先是惊讶 然后是爸比 你这样子也太丑了 妞妞这一喊 终于把还处在神游中的人惊醒了 卫英双手抱头 慌乱地望了蓝战一眼 那人 是在笑吗 笑什么 卫英脸一红 掉头往房里冲 碰得一声 房门被牢牢关上了 妞妞 爸爸干什么 傻傻的 爸爸你说是不是呀 对上女儿一脸疑问的眼神 蓝战点了点头 是有点傻 但很可爱 而刚刚阳相进出的某人 正站在镜子前一脸懊恼 看着拉里拉他的样子 蓝战该不会后悔昨晚的告白了吧 都怪昨晚打雷停电 连头发都没吹干就睡了 一觉醒来 急着上厕所 哪里会想到形象的问题 结果就被撞了正着 哎呦 这么丑的样子连妞妞都嫌弃了 更别说不管什么时候 都一尘不染的蓝忘机了 讨厌 卫英恼火得狠狠扎了几把头发 不行 我得挽回点形象 卫英拉开抽屉乱翻了一通 最后翻出了一瓶 哦 还有一个月就过气了的发胶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 反正 还没开封 作为一个艺术生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动手能力的 一通捣鼓之后 卫英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大背头 整其中有点凌乱 凌乱中又带点看似随意的慵懒 嗯 不错 卫英非常满意 只是这个发型可就不能配T恤牛仔裤了 卫英打开衣柜 从上到下 里里外外翻找了一遍 可算是找到了一件不那么皱的白衬衫 再拿件黑色的直筒休闲裤 完美 卫英望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 再配合甜甜的笑容 这下子蓝湛总没有理由后悔了吧 笑着笑着 卫英自己就害羞了起来 想起昨晚 某人抱着自己脸红而吃地说 卫英 我喜欢你 那低沉的嗓音 卫英现在回想起来 都不自觉地脸红心跳 想不到那人 平时一本正经的 说起情话来 还真是 甜似个人 卫英看着镜子里羞答答的人 翘脸翡红 竟像个少女怀春的模样 忍不住唾弃自己 魏无限 你争点气好不好 爸比 你快点出来 妞妞给你买了大鸡腿 还有云吞 某人进房间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妞妞以为她亲爱的爸比又爬回床上了 为了她的出游计划 不惜动用美食诱惑 哦 马上就来 卫英朝着门口音乐一声 又对着镜子左右瞧了瞧 直到觉得满意了才开门 哇 小不点还站在门口 卫英一打开门 妞妞一双无流大眼 直锁在爸比身上 爸比 你好帅帅 爸比 你要去约会吗 电视里都是这么放的 约会的十颗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毕竟自家爸比平时就是T系牛仔裤 要不就是全身的运动装居多 妞妞还从来没见过她 这副模样 妞妞的惊叹声把坐在餐桌前 正认真摘菜的蓝寨也吸引了过来 浅眸在队上卫英的那一刻 瞳孔微张 眼里的惊艳藏都藏不住 好一个翩翩少年 卫英则是在某人毫不掩饰的目光下 羞红了脸 大眼低垂着 嘴角的羞涩笑容愈发让人心动 蓝湛怕自己再这样盯下去 某人可又要躲回房间了 轻嗨了一声 连声音都不自觉染上了沙牙 刷牙了吗 过来吃早餐 没 没 卫英支支吾吾的应着 转身往洗手间走 脚步慌乱 还差点被自己绊倒 妞妞嘟着小嘴 看着爸比奇奇怪怪的行为 爸比 病了吗 蓝湛 我的牙刷呢 进去的人找了半天 却没找到刷牙工具 明明平时都是放这里的 卫英看着洗漱台上空荡荡的 蓝湛放下手上的活 三两步走了进去 卫英正低头翻着着 听到开门的声音 一抬头 两人的目光在镜子里会合 爱意都快溢满了整面镜子 卫英最先害羞躲开了某人赤裸裸的注视 牙刷在这呢 蓝湛从另一个架子上拿出牙刷 那边潮湿容易有细菌 所以我放到这边来了 蓝湛并没有直接把牙刷递给他 而是顺手挤好了牙膏再给他 谢 谢谢 卫英伸手过去 慌乱间还碰到了人的手指 额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这道歉让人觉得更是尴尬 道啥歉呀 卫英真想咬断自己的舌头算了 卫英接过牙刷就等着某人出去他好刷牙 结果身边的人好像丝毫没有要走的打算 让人看着自己满嘴泡沫的 那画面光想想就 那个 你 卫英 嗯 卫英疑惑的抬头 你今天真好看 那张禁语的脸一本正经地 撩人 卫英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要燃烧了起来 蓝湛 你 你快出去 卫英一跺脚 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声音是有多焦 要不是外面好有头小兽 蓝湛怀疑自己会忍不住扑上去 喉咙滚了滚 蓝湛还是乖乖地走出去了 爸爸 爸比病了吗 浴室外的母头小妞 还在纠结着为爸比是不是生病了这件事情上 今天的爸比真的很不正常 穿着不正常 脸色不正常 发型更不正常 对了 还有声音也不正常 尤其是在叫爸爸的时候 让妞妞觉得 有点冷 但爸爸好像也有点不正常 反正 爱 都不太正常 算了 大人的事 小孩子少管